欢迎来到电影王朝的女人杨贵妃 新闻发布会的现场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姚苗 电影王朝的女人杨贵妃 是由北京春秋服文化投资 国内有限公司 中国电影古文有限公司 北京永儿规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春秋恒泰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汉国加盛北京影视投资有限公司 大连广播电视台有限公司出品 爱奇艺影院北京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杭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 由实际导演实际编剧 由导演组实际 袁壮壮 张艺谋联合指导 在主演方面的是 由范冰冰 梅明 吴孙 吴刚 原位主演的一部爱情史诗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到场的各位出品方的代表 他们是中国电影 首先要向大家介绍的 应该是这部电影的导演 还有编剧实际 我们先用热热的掌声 欢迎实际导演 真正的到场 欢迎你 今天来为大家介绍 出品方代表中国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达飞 欢迎你 北京春秋红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延 欢迎你 阿里巴巴数字娱乐事业群总裁刘春秋红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广播剧实际上发明这四个字的含义 这个主题的含义 那么有一句话说的好 影响 影响 发响 龙 春秋红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那接下来就要为大家隆重的请出这部电影的编剧 同时也是这部电影的导演石庆接着 欢迎 你好 石庆导演您好 你好 首先我的声音 抱一下歉 我最近感冒了 这个声音很对不起大家的耳朵 不过事情到你刚才我们思想的这个预告片 都觉得很震撼 有人看过了您这部电影之后 是这样来评价的 说您拍的这部古装片 是一部故同于以往的中国古装片的电影 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它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吗 其实在那个影片中的开创创作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希望能够拍出一部气象 然后有自己的味道来给 但是更多能够做到 答案在观众的上 要把这个答卷交到观众的手中 对 观众的评价才是最有点缺 是 其实今天也是我们这部电影 召开的第一次新的发布会 您有什么话特别想对观众的朋友说吗 我是原来的就是 外国都是我们认识的人 然后呢 我们出日式的人 如果拿着这次不好 对我们的小时的小院 对我们做的 我想对他说的就是 尤其老话就是 我们对此也大了谢谢您 谢谢 谢谢老眼 您请的支持观众 谢谢 谢谢 谢谢老眼 先稍息休息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上一位这个人这个位置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是唐晨宗身边最中西耿耿的一位了 而且他是唐宁皇和杨贵妃这段爱情自始组中的见证者 大家知道他是谁吗 让我们欢迎高丽世的扮演九武当老师 是谁 谢谢 好 高丽世 杨贵妃 你好 你好 媒体的同样们大家好 我是今天表演的专门高兴 参加杨贵妍的新闻大夫人 嗯 那刚才我参加大家介绍说 高丽世 高公务是这段爱情自始组中的见证者 您觉得你会看这爱情起到了什么样重要的作用的取消 提到同样的作用一会儿再说哈 因为我这个在戏中 我和明皇 应该有 导演我应该跟明皇有四十三年的 还是四十一年的 二十八年 四十八年 你想 我跟明皇四十八年 那我对他 他对我了解比我多深 所以皇上想要我心里一定知道 我要不知道肯定待会要四十八年 所以我是他们两个人的爱情的这些建筑者 就是戏里边的啊 都说这个半军如漫虎 您能在皇上这边待四十八年的时间 真的是您应该是最了解陛下才想成的人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想看一下 我们这个电影的主演究竟是什么样的玉补仙姿 可不可以请您帮我们来请上 我们这首神力啊 究竟可以先为我们请上两位呢 有画面吗还是我先说 有画面吗还是我先说 大家期待上都可以 有画面吗 OK 请大家先看画面 好 好 现在看完了 9号 那么现在我们介绍一下 那么现在就请兽王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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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风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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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这个给兽王拍完了之后 后面还有一个重量的人物 好 请大家先看视频 好 请大家先看视频 我们将皇上假到 皇上假到 好 高官方您先换 您可以先歇一会儿 好 皇上您就在这儿 好 我先下去 好 好 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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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实在是今天有点不太动听 来我们来到舞台的中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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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的父啊 所以他其實是唐玄宗的十八子 但是呢他是一個命運不受自己操控的人 在你的心裡唐玄宗是誰樣的人 我啊 戲裡面是一切是一個 在戲劇宗國裡面我不可能給我這麼多兒子 在電影裡面我真的是 挺驕傲自己給我這麼多兒子 所以這是一個夢 如果在電影裡面可以得到夢的話 我覺得是很開心 而且其實我們中國以前 他對唐朝是一個很益盛的年代 當年紅酒啊很時髦啊 而且人非常開放 而且在整個唐朝的娛樂各方面 都很高的水平會給世界關注 所以說能進入這個想像世界 而把整個電影都參與在裡面 演這個角色 跟無尊在裡話 跟其他朋友在裡話 是一個 一個情緒嘛 因為 有時候你播到一部戲的時候 你要看導演和編劇怎麼寫的一句吧 本身是咱們導演 世心導演也是咱們的編劇 因為整個戲裡面 他整個 他本身的經歷 是我們最可憐的 他的經歷比我們想像的多太多了 他老是想像的空間太大了 所以一來說 你們可以來看看我們的御書房吧 你看 好 好 什麼生理包 好 你說我們送在 假如有子生理的地方 存 硬碟 可以存多少 對 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只能用書 用碟 一次一次寫下去 記錄下來 看那本書 都需要花很多時間 這種經歷是很難得的 對 所以我們也期待在這部電影當中 和你們演的角色有一場 奇遇 好 謝謝 公送壽王和陛下 共作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為大家請上 是這部電影當中 最重要的一個女人 我剛才就想看看說 這部電影的顏值實在是太高了 她被稱作是主機檔人 是最高的一個電影 那 這部女朋友 我們在裡面 是誰啊 我們通過一段視頻來感受一下 大家的不限的魅力 楊玉環 浩海珍 宮廷樂家 獨島家 天保四年 被以為貴妃 白去以心怒她 回眸一笑 百慕生 被後世一位 諸國古代 死的美人之一 好 有請貴妃上電 楊玉環 芮玟 兩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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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三四 誤得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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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 有請貴妃 近三三三三一四五六六六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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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七八八八八一一 對呀 真的是好漂亮 我還是兩碗 我設定是這樣的 那你怎麼會寫 你不認識我了 所以應該感到非常嚴重 但是我現在就想了 應該不能錯過啊 因為剛才我說過就是 今年暑期大年是最高比5.1 其實對楊貴菲我們 她跟糖果媽故事 我們不是經常有陌生 應該說是技術性有陌生 那你現在兩位是一個什麼樣的原因呢 我覺得 我覺得肯定是跟所有現場媒體 很多朋友好沒有打招呼 大家下午好 我是冰冰 在我心目當中我覺得 楊貴菲是我非常想演 又很想去詮釋的主持 因為她是古代這麼多 地盲寵愛的女人當中 唯一一個可以贏走皇上心 然後又不去干涉正直 然後得到唐明華的三千純愛分 在一身份這樣的一個女性 我覺得對於我自己來說 其實每一個女生 其實都想成為楊貴菲 因為她老公太憎發了 對 太害她了 嗯 其實這種幸福感 其實是可以傳達給所有的 這種女性的朋友 覺得可以做楊貴菲 真的是一件性子的事情 而且有很多的朋友看了一篇 很多小女孩 七女後 八女後 九女後的女孩 不管他們有什麼樣的內情觀 但是看了到這一次之後 他們就說 我想要一個唐明華這樣的老公 哇 太大人了吧 對 難能碰到 對 嗯 但是我發現 一定會與楊貴菲 特別的情友之中 因為你已經演過兩次了 是 但是其實有人說 楊貴菲是紅顏或水 近一點了 我不怕你傳到 哈哈哈哈 嗯 聽過這樣的說法嗎 她可能是紅顏或水 嗯 但是 我覺得這一次的電影裡面 有一個全新的一個詮釋 就是顛覆大家這種 對一個女人可以霍國 殷民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 只有男人在特別沒有本事的時候 才會把女人推出來做檔情舞台 那這個電影裡面 其實還有一個 更宏大的一個愛情觀 嗯 對愛情 對情感的理解 其實我一直覺得 哈哈 敢捨命的它叫愛情 哇 對 不敢捨命的 充其量 我們覺得是能 充作為 兩情相悅的 我覺得 兩情相悅 可能會給對方 大家快樂 但是 以生命之重 為藍本的這樣的一個愛情 才可以讓對方 得到長久的幸福 我想 嗯 楊貴菲這個電影裡面 就是這樣的一種愛情觀 也可以讓 嗯 也可以讓所有的朋友 去感受這個 一段 曠世絕戀 嗯 哇 但是這個標準好高啊 你覺得在她身上能夠 能夠射出自己的愛情觀嗎 嗯 我覺得呢 應該是心理 我覺得 像是每一個 對愛情有希望的女孩 都有一個這樣的愛情觀 只不過 嗯 你不知道你碰到的 對方 到底是什麼樣子 其實現在的 年輕的小朋友 去談愛情的時候 可能也會有這樣的一種感受 你可以 拿楊貴菲跟 唐明黃的愛情觀 去衡量 附下自己的愛情 所以她到底可不可以兩位你舍命 你這個男人 夠不夠愛呢 對 你覺得你的愛情觀 會隨著你的處境和不同而改變嗎 還是你這就是這樣的 從未來沒有變 對 從小知道 看了電影 看了戲 看了那麼多段這種 不同的故事跟愛情 你心裡其實也 也談了 一些戀愛 所以你覺得 心裡面其實對愛情的那個 初衷 心裡想要的那種 最可靠的愛情的關係 其實是所要的 嗯 哇 真好 那下面的中間你請上 再次請上 A手王 吳增 和剩下 李炳 我們請三位 一起來到我們的舞台上 我沒有說錯吧 這就是屬於最高的一部電影 所以大家都 也不能碰過這個機會 一定要偷偷一個照片 雖然我們 沒有安排給我們錢 但是呢 我覺得還是給大家 一個這樣的機會 因為這實在是太陽人 難以錯過了 怎麼心裡 好像已經很心避了 我已經給你們看明治了 好 我們看一下右邊吧 了吧 來 請看一下右邊 謝謝 好啊 請看上去 前面手機 我們拍啊 我們拍啊 好啊 請看中間 謝謝 前面手機 大家是不是太不够了 大家是不是太不够了 好的 那我们要老师 请啊 快快快 我们需要你见证类型的人 没错 见证爱情 见证对待爱情的人 但是有请高丽市 所以我们四个人是一家的组织 好 请看肩膀 我们给照顾一下左边 谢谢 我们给照顾一下左边 谢谢 然后左边 哎 照顾太不够了 我觉得你们今天是太不够了 来 左边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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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还是请高丽市先出座 谢谢 那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这部电影的集团 韩报 我们也会来感受三位的流入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流入关系真的很紫 可以 谢谢 谢谢 我们 我们 要不要再打一份奖机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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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寿王的奖起吧 那 老闆能不能跟我讲一下 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背后的秘密 嗯 其实我认识养环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刚刚结束了 少年的那个 时期 对 就是刚刚 就是迈向比较成年一点的时期 嗯 然后呢 那是他然后就发生了一临串的东西 对 然后去把握变成一个 怎么想 一个少年 突然间成长了 快 对 嗯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幅 毕竟两位妹妹我们解读一下 我啊 对啊 好想和这个 我在现实中国中 也刚刚他人说的另外一个结果 哦也是一个起点 新的起点 对 从组 变得分开 然后我就看了这幅地 但是我觉得这幅地里面是 怎么说 因为本身我跟明明以前有做过 嗯 对啊 在经历不一样的时候吧 我们可以在基本里面 发挥率拿我们的东西里书 我觉得有种新的生命在里面 嗯 包括他 去跟吴峥跟我 我老师都有一个新的生命 这些是不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演员是很奇妙的 他怎么会在什么时候 把一些东西 哦 就是他那个特质 在一个适合的时候 发挥出来 我觉得这些东西里面的 明明就是这样的 哇 其实真的非常的奇妙 嗯 那我们再看一下 接下来要不向我们揭晃什么样的话 也 好 嗯 好 嗯 先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不舍 跟情绪呢 就是两位很深情缓缓 但好像很依依不舍 这个是什么状态呢 依不舍 依不舍 我先说嘛 你先说呢 呃 我一定爱一个女人吧 国家都比较 国家都比较 就是 所有的女生先听听 看看你们的爱情里面 你们的男朋友 可以这样吗 这个是真爱 因为你有钱 有财 有权 有权力 有情 有情 然后得到一份爱情 因为你继续执着 得到这份爱情 所以变成 财 权 都没了 也剩下的只有真爱 嗯 所以这一份爱 是比较难受的 而且心甘情愿的 嗯 所以明明说 这个是连国家都不要了 刚才明明说 最好的爱情是 是连续都可以去舍啊 呃 呃 我觉得是的 嗯 你觉得这个境界都很高 所以我现在 我觉得导演的境界比较高 对 导演给了我们一个好的故事 当时看完这一期的 剧本的时候 我真的 因为演过这么多戏 电影 有的时候你看剧本的时候 可能有 最多有一点小小的酸楚 看到这些情感的戏 会有感受 结果自己的人生经历 但当时 看到呢 杨贵妃就很重 我觉得她 首先从文学的作品到来 我觉得她 她是一个 很好看的文学 她到最后 杨贵妃的解决之后 真的是 在被摸里面 哭得稀里滑 因为我觉得 老爷有很好的境界吧 这个故事 寫得这么清美 这么让大家 重新的一个小度 就看到杨贵妃 跟唐玲幻 跟唐玲幻 跟寿王 之间的这种关键 这里面没有好 我们只有爱情 只有这种爱的这种忠贞 跟我们心目中 对爱情最美好的 想一下杨贵妃的那种电影 所以其实 当时看完剧院的时候 我就想 如果她看陈歇雄 这个电影 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就问大家 应该可以期待一下 实际上我觉得 如果是看完这个电影 会反思 自己今天有没有遇到过 最好的爱情 是的 我也要反思一下 天呐 对呀 天呐 你要不要接受一下 讨厌 我觉得我们会遇到 最好的爱情 对 你呢 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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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都会的 那 接下来呢 我们要再次请上 所有的主创 来告诉我们 这部电影的上映 到底是会在什么时候 我们到底会带有什么样的时间 见到这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要用请老眼时庆 演员 我们刚已经开始的 范园者金浩 欢迎各位 卷转 还有莫宝 老爷 你要写两个旅程 啊 某平平啊 你也要写啊 我们吃老爷也写的好 拍一下 我们看会想 老爷 船声店夜半的四语时 应该是7月7日城的旅程吧 啊 就这个电影的正计档前七月七号 对啊 7月30號 不是7月30號嗎 剛才這個詩要改寫了 讓我請導演還有冰冰來為我們一起改寫一下這個詩好嗎 這句詩呢是橘子白居易非常有名的長厚歌 但是他好像以後真的是要被改 好 等 來 再給你啦 對 今天我也在書寫的時候 沒忘了回頭留下一張合影 好 我們請 對 我們請今天導演在這邊來拍一張合影好嗎 我們來記錄一下這個時刻 7月30常鎮店夜晚連思雨時 好演和冰冰一起吧 所以是在7月30號這部電影將會在全國上映 下面請我們的主創與當期最終一起拍照流影 同時我們的各位主創與我們的最終一起來拍照流影 謝謝 請大家把這個卷種撐起來好不好 這樣 這樣 好 來 出來 好 好 來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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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前面的媒體的朋友請會照顧一下後面的鏡頭 對 好 請前面的媒體的朋友請會照顧一下後面的鏡頭 好 來 出來為這個對眷軸附上這個玉璽 好像 mans 要多停留一會 可以怎麼樣 はい 好 這可以直接往下面印了 对 OK 謝謝 沒有 買そう 看前面 se 好 我們也一起來倒數 三 二 一 好 那麼在我們的御習已經練到了戰球場 之後我們會一起拼在這個領域的手擺運動面 謝謝 我們請各位主唱到台下我們一起來觀看下一道片謝謝 這電話真有發生 這電話千分 王子的身體 第二是有來殺的 但是三百一千塊之湯 我根本沒有更多重要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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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说请用命 也许说 我自此一生 自此一生 我怀疑是爱的 今晚的不想你听起听不出 若非属别 绝不舍 谢谢 这下各位主唱歌里面 我们看到了唱歌曲的爱情 还看到了唐朝的盛世 同时也看到了 各位主唱的风姿错约 现在我们要再次请教兵兵 对 同时我们也要请上阿里巴巴 数字娱乐事业区总裁刘春宁 先上上台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非常高兴 接这个机会来做一个想想的分享 大家知道呢 娱乐网是过去在14年 娃里巴巴做出的一个 全球首创的 C2B模式下的一个 互联网电影的投资融资 和重投平台 我们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应该是通过这样一个好的平台 投资了确定 13部电影的项目 那么同时也创造了非常多好的成绩 那当中我觉得有一点 很有缘分的就是我们 我们无意中跟冰冰走到了疫情 那么第一款众筹的C2B的游戏 冰冰学院 那也是冰冰合作的 那么第二部电影是这个 万物生长 那么第三部正好时间就可以 我想这部电影应该是首期 我们最值得期待的大全 那么同时呢 我想通过阿里的这个大数据 大家知道冰冰同款这个词 在淘宝上非常流行 那么我们做了一下数捧统 在过去的14年 大约有278万人 购买了这个冰冰同款 那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 不同的款式的服装 跟电影相关 那么产生的交易额 那么高达6亿 那另外呢 通过过去娱乐 接近4000万的粉丝 我们做了大量的数据统计 那么这张人性呢 因为在过去的一年 成为最具人气的女性 而且她的这个成绩 是远远离建议其他的水平 那么她的粉丝应该说 我一半是女性 而且25到29岁的人 占了8月37 而且里面很多都是 比较居家的 也有很多这个90后 所以我想 呃 我们非常荣幸吧 能够把余乐宝的 2014年的最佳人性 帮给了冰冰 这个是要给冰冰来颁颁颁颁颁颁颊 好细致的数据 对啊 叶山冰冰的演了杨贵妃 然后 我也有定票 所以冰冰同款的定票 其实可以 希望越多越好 大家也尽其他 对 而且其实冰冰第三次 尖手娱乐宝啦 哦好漂亮啊 又来到最精美了 对啊 好看了 谢谢 非常好看 謝謝 現在冰冰你現在有什麼樣的心情跟大家分享嗎 嗯 好對先把它戴上 有種看來這方面會不會太有機件 你看這個鑽石不能掉 好對 這個我們要有個道歉啊 沒有沒有 這個還挺結實的 嗯 而且其實是非常非常的精美 歪了 真美的 歪了 歪了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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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古代的士尼可能會用這個來練自己的遺憾 或是不能讓這個玩玩造下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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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平日出來幫我分享了這麼美麗的時刻 有什麼心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說你剛剛尤之真相 實在抱歉,這是一個傻的 這是一個樂榜,賺了這麼多的錢,也不夠給真 我希望在下一個要拿第一的時候,還有一個網站要真等 好,謝謝,感謝劉總 謝謝,謝謝劉總 接下來我們來要請實際表演,黎明,榮孫,無剛,金浩,以及我們所有的出演幫代表在這上臺,一起來合一留念 再次有請各位,一起給劉總 為我們記錄下這個,美好的時刻 好,請各位,請到各位,一起看前方 好,請各位,一起看前方 好,謝謝,謝謝 好,謝謝,最後請我們的主創,劉布,先成為你們的學長,謝謝 Kimi,你好 我想問一下,就是你演了很多很多表情的女人 像這個,谷澤天啊,楊貴妃,這些都是氣場非常強大的女人 那接下來有沒有,在這個演藝規劃當中,還有沒有下一個厲害的女人的角色是想要演的? 我覺得,呃,還真有,還真有,但是,我覺得,不能說這些女人的氣場很強大 只能說她們其實也是普通的,這麼多女性當中的一個 只不過她們的人生,她們的愛情,她們碰到的人,其實,呃,是不一樣的 然後她們有一些自己各自的一些很精彩的故事 我覺得,我很幸運,作為一個女演員啊,我覺得,我演了楊貴妃,也演過我昨天 我覺得,當然還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人物,但是,呃,如果說一個我最愛的人物,應該是楊玉煥 嗯,因為,呃,只有她才能,可以代表愛情兩名字 呃,她不用在刀光剑影裡面掙扎,然後她不用在這個,耳於我詐當中的去盤旋 我覺得,她其實心目當中很單純只有愛情 只有一個這樣的男人,跟這樣的男人對她的全權的愛 我覺得這種愛,會讓一個女人覺得很幸福 呃,如果在生活裡面,我真的覺得所有的女生都可以去感受養貴妃的愛情 因為,呃,太純粹了,然後太美好了 呃,就算是最後為對方捨掉的性命 我覺得她也是一個完美的一個,愛情的一個過程 所以,對於我自己來講,我覺得楊貴妃應該是我最愛的一個女性角色 所以,呃,其實沒有什麼角色是我,呃,因為演員都是這樣,奇怪不斷的突破,去嘗鮮 然後,有一些新鮮的體驗,但是,真的沒有很多的角色是可以去演兩遍的 所以,楊貴妃應該是我,很願意去演第二遍的一個角色 而且,又,呃,又,除了第一次我去演魏妃的時候,我看過所有魏妃的書 然後,看過她寫的詩 然後,呃,還有就是,她所有的故事的經歷,其實我都很了解 然後,一直到,這一次再去演的時候,因為,實際導演在故事裡面 在人物上面,又有了更高一層的這種境界 所以,再去選擇她的時候,我又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也是一個,很棒的一種體驗 嗯,謝謝 楊貴妃,謝謝 楊貴妃,謝謝,您剛剛說還,接下來還真具有親愛的演的女性角色 那,還有一個女人也很厲害,慈禧 那,如果說有這個,呃,先幫邀請臉這樣一個角色,您會接受嗎 楊貴妃,看劇本,看故事,看人物 我覺得,好的人物很多,看你用什麼樣的角度去詮釋,這個就很重要 嗯,那你也是一個,就是,把愛情看得很重的這樣一個女生 那,也在,前一段時間,您剛剛公開了自己,收穫最美好的愛情 您剛剛也說,敢舍命的,才叫愛情 那我想問一下,在你自己的這個愛情當中 呃,你的那個,哈爾成,有沒有什麼,問你舍命的事情 我特別不好意思要跟大家講 因為,因為在萬物生長的發布會上的時候 說大家,一群媒體在,沒有惡意的在調看 說有一種宣傳器的愛情,叫曼玲玲和誰誰誰 然後,我當時就說,我說我希望開宣傳器的時候 以共和她的愛情 可是非常不巧,今天臉貴妃的發布會 又,又到了我的宣傳器 我只能跟大家說抱歉,我不想看親愛的故事 謝謝,請問三個位要提問 請問三個位置 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導演的事情 就是這次的大片,除了這個,演人的這種,這個明星雲集 然後,我們也看到導演組,還有您跟狀況,狀況,狀況 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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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況 然後,我們瘟箭這樣,被罵為了,我們吱吭了 然後,當時這個ading 然後,當時這個 smoked毒導演也就說 那事情咱們來了,咱們怎麼來? 我記得冰冰他還在拍攝之前的時候 把你們找人來談一談 來講到他們的表演場所在哪 還有那些地方在這個片子裡頭需要加強和注意 其實除了莊榜導演和音樂導演之外 但是這個姚苗的問題也就是一個統治處 我自己覺得有可能希望拍出一個不尋常的東西 但是這個答案在關注呢 但是確實有一點是不尋常的 就是除了莊榜導演和音樂導演之外 我們在做禮物片子的時候 這個小康導演跟我說 說這個事情我想給你的片子在那裡捐一些錢 連數字也不是一小的數 然後說這個女老師拍了一篇的時候呢 你需要我做什麼我就過了 還有姚苗導演 姚苗導演 姚苗導演剛才還在發明一些 還有姚苗導演 你是從去的階段開始 你是進去的階段開始 你知道他是一個很殘忍的 也可以出了很好的意見 還有姚苗導演 還有姚苗導演 姚苗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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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 包括我們組裡頭 我們像侯苗導演 我們的攝影師 他也是導演 還有姚苗導演 還有姚苗導演 姚苗導演 姚苗導演 很多的導演都參與了 我記得那個冰龍 讓我們讓你印象 他現場的時候 最多的時候 我們場期有六個導演 六個導演 姚苗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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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姚苗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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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你問到一個問題 我們是合作的 就是我們時間會聊 聊的話呢 他們 我們就是那樣 就是說 他們會問 就是 事情影響叫什麼 然後 我覺得是一種愉快的事情 因為我跟這方面的經驗 我可能是有種順利的感覺 因為我說 我們要演過 隨便一場戲 我說 拍出一個 西中原關 我們兩回台 那麼 他們也說 我們這麼來相信 然後 我要是舒服 我們就往下走 我們要是不舒服的話 再想辦法 就是 就是這麼過來了 然後 我覺得是一種愉快的事情 就是 也是一種風帶衣的事情 我們拍了兩個妝片 然後 這麼多人的朋友在一起 這個事情 合作起來 是一個 聽我們這些事情 我聽當時小剛教練講的話 說是 精神有可能 在不明天是叫 他當時說是叫 脫離的記錄 我還沒弄明白 我什麼叫脫離的記錄 他說一般的電影 會有很多的一些 明星 參加 比如說是 借國大獵 借國這場大獵 那樣 太多的明星 參加 但是到現在 沒有一度電影 有這麼多的導演 來參與 來奧駐 來關心 然後 我覺得 是 就是我們畢死的事 謝謝 我們這次時間關注 好 你好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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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聽說 想演一個厲害的女人角色 不知道這個角色 是什麼樣的角色 哪個角色 這個都是 還在 寫劇本的過程當中吧 等差不多可以跟大家講的時候 其實就會告訴大家 謝謝 謝謝 然後還有一個問 說 就是 你在片中黎明是演你的父親嗎 不知道在片場 然後 黎明是不是也像父親一樣 這麼照顧 他也是什麼 像你的父親一樣照顧 因為他在現場的時候 像他現在這樣這樣子呢 你會看到就是 跟他的角色完全是不一樣的造型 所以呢 在現場是非常有霸氣 對 可是呢 我們每次在演戲的時候 他都有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想法的遠遠 對 所以有時候也會給我一些 提示 一些建議 對對對 然後呢 我覺得我們 一起演一些對手戲呢 本來會有 很有壓力的一個是 就是 Lulita的那一種 親和力啊 很照顧 然後呢 就比較不會那麼的緊張 有啦 有啦 你好 我先問一下冰冰 然後再問一下冰冰老師和無尊 我先問一下冰冰 就是之前五位娘和這個楊貴妃 都是在歷史的女性裡面 比較好的角色和美大的女性 然後五位娘可能更硬一點 楊貴妃可能更容易一點 在表演上哪一個更得心應手 哪一個更接近自己 嗯 我覺得 楊貴妃很接近 嗯 因為我昨天的時候 都要裝一點 呵呵 要裝大個兒 因為一個女人 撐起來一片江山 其實 嗯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其實我覺得 她相對來說 也更可憐一點 因為 她在愛情上面 沒有得到成全 她是不得已 一個人背負著 很多的重擔 一個人 往前走 但是 嗯 楊玉璃其實是幸福的 是因為 她身邊有愛人給她 她甚至 呃 死在了唐明皇的前面 我覺得 有一種愛情可能就是這樣 你 你愛這個人 愛到說 你看著她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如果 誰要先死的話 是不是我可以死在你前面 這樣我會不會更少一點 更小一點 嗯 可能 你更同我 所以你要接受 你更愛我 所以可能 你受的這種痛苦 要多一點 像楊貴妃跟 唐明皇之間的愛情 就是 她就是一種這樣 呃 可以 以性命去交換的 這樣一種愛情 所以 呃 楊貴妃所在了唐明皇的前面 所以唐明皇 在之後的這幾年 也鬱鬱短翻 然後因為 覆念她 因為 對她的這種不捨 才有了 這樣的一段 心理的愛情故事 所以其實 如果是生活當中的話 可能我更接近你了 現在今天那個 就是 國一電影的第一天 第一個發布會 衣服穿得非常漂亮 跟那個 韓國威脅的冰箱滑會 然後其實我想知道 品牌電影的期間 還有什麼 服裝造型上 直接考慮準備嗎 煙庭 他沒有搶話 哈哈 嘞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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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電影裡面付出的說話 謝謝 那我覺得我的也是跟 我覺得跟李平剛才講的一樣 我覺得 一個真正的愛情可能就是 希望自己可以 一直在心愛的人的身邊 然後可以 看到他離開 我覺得你可以撐到最久 我覺得最難過的是自己吸收 對於自己的愛情 好的謝謝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的質問只能當事了 我們今天的發布會 到這裡就結束了 深刻感謝各位主創 不從主創的心 不要從右邊出場